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触 本来想换个手机的 结果发现系统升级了 所以你一用的时候 发现好像又像一台新手机的样子了 所以你在想汽车 它能不能这么去干 这事呢 你就不能指望丰田大众 这样的老牌车起了 干这事 你得相信那些新势力造成 最近未来升级了一版3.0的系统 所以我们要去看看 这一版系统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系统升到了3.0 这个是大版本的 所以肯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你也说升级以后 是不是加了真皮 液晶屏放大了 没有 那些只是软件的升级 升级在哪呢 比如像我们来看看这个UI 这块屏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但UI里面的软件都发生很大变化 比如像咱滑一滑看看 你看这个效果还算是流畅 对吧 挺流畅的 然后呢 这一版本还是以地图桌面的一个形式 什么叫地图桌面呢 就是他发现呢 其实人在开车的时候 最主要的第一个对液晶屏的需要 还是导航 那第二个是音乐 所以呢 这里会有这块地图桌面 这里会有一个QQ音乐 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个可以滑动的其他的功能 你自己看就办吧 所以这一块的功能大概就在这里 那其实仔细去看里面的像一些APP啊 等等的会有很多 我们来看一个东西哈 这里他加了一个这样的小功能 你看啊这个叫做编队功能 你说这个玩意儿的话 咱在手机上不也有吗 那个什么高德导航不也有一个编队功能吗 但那个不一样 那个导航的编队功能主要是防止你掉队的 那这个功能呢 主要是来做沟通的 所以它有点社交属性的 比如像咱们在这里面有这么多个 都是我们的一个一个的这个队伍 比方这个队伍比较大 33个人 这个队伍有两个人 剩下这些还没有人加入进来 比如像咱们加入进去带头出发 那你就进去以后呢 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编队里面去了 然后在这个编队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我现在在这里 别人现在在哪里 如果那个人没在开车 那怎么办呢 其实他只要上了这个APP的话 他的手机上也同样可以去和你互动起来的 所以这个功能呢 它其实是打通了车机和手机的 那此外呢 我们还可以跟他发展语音什么的 比如像你平时开车的时候 你要找前车 你可不得掏出手机或者对讲机来这样 危险嘛 那你这样 你只要这样按一句就好了 你看 你看哪儿去了 怎么这么快呀 你在哪儿呢 我还没吃早饭呢 快过去了 但这个功能我发现有个问题 这个功能它有一点 它不能撤回 所以你要小心 千万别在车里说错话了 好 那说完这些以后呢 你看看这里的系统 还有一些神奇的功能在里面 比如像我们看到 这里有一个功能叫做潮汐 潮汐功能是什么呢 点开来就知道了 点开来以后呢 它其实有几个模式 一个是冥想模式 难道会有人在车里做瑜伽吗 呼吸模式 然后还有一个小气模式 这个呢就是睡一觉的 这个呢 你就可以在这个车里 比如像等老婆 老婆出去买东西了 再或者你去幼儿园见孩子 孩子还没下课 你就可以在这个车里去 睡一会儿 小气一会儿 我们来看看这个有什么功能 来点一下 设置好 设置20分钟 开始 座椅怎么动了 座椅怎么动了 这把座椅现在已经开始升高了 躺平了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睡一会儿了 20分钟以后 它会自己用脑筹把你叫醒 这个不错 这个功能不错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功能 好 我先结束你 那我们再看看 关于会儿会有其他的功能 就像咱们来一个冥想模式 好不好 冥想模式 放松 开始冥想 欢迎来到潮汐冥想 你可以找一个不被打扰的地方 坐下来 挺直几倍 放松肩膀 然后慢慢地闭上眼睛 从深呼吸开始 用鼻子深深地吸气 结束吧 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这一套的系统里面呢 它其实是会把整个车上的硬件 和这个软件给你打通起来 其实这个也在之前的一些 其他的高端车上你见过 它是什么呢 就是有钱人调节身心的时候 会去一些那种很高级的地方 然后让自己能够有一点时间 放空自己 放空身体 放空灵魂 你现在不用专门去个地方了 你就在等人的瞬间 你在车里也可以去把这事办了 这个我觉得是挺好的一功能 挺好的一功能 它主要就是 能够把这些座椅等等的功能 都打通起来 那此外呢 我们看一下这里的辅助驾驶 我们来把这些功能看一看 其实这里面 我大概看到资料的时候 它主要是在这套 自动驾驶辅助里面会有一些 那我们平时是在这里按一下 这一个按钮 那不就有一些 比如像自动驾驶辅助的各种功能吗 我看了一下资料 它可以把AB 也就是自动紧急制动的那个功能 给你从8到85提高到8到130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开到高速公路的那一段 如果前面有一台车突然之间撞了 停在那儿啊 你的车也能够很快的 自动查车停下来 那因为我们开高速 一般都是开100 110甚至开到120 对吧 所以以前的那个速度段 它没有覆盖到 现在终于全部覆盖到了 这些都是靠雷达 算法等等的升级 才能够去覆盖到的 这也是对我们驾驶的一些升级了 那此外还有一点 这台车不是可以去主动的进扎道吗 可以主动的变道吗 可以汇入 主路车道吗 等等这些功能 它都做了一些算法的优化 也就是说 我刚才试了一下 自动驾驶的时候 你把它开到那儿 运入主路的那个方向 这一天 其实每次Panel一起动的时候 我都敢把手去松开一些 我们不是说提倡大家去撒开 方向盘去开车 这样不太好 我们还是得拿个手硬着一下 但是呢 就这一套系统本身的能力来说 它能够很好的去减轻我们 在堵车路况的各种各样繁琐的操作 反正一上高速 我就喜欢打开它 然后一个手抓着 因为这个时候 你能绝大多数的应付这个路况了 那用久了以后 你会发现上下班的路况啊 拥堵的这些城市环路啊 你都可以这样放开交给它了 其实整体的水平来看 我觉得它是做的还挺让人放心的 那这次升级了以后呢 你会发现它的一些变化在于 它这个转方向的动作 比以前会来得更顺 可能以前算法上 还是先解决一个 可以转向 可以并入杂道 可以会入主路的问题 但现在他们在提出更高的要求了 就是并入的那一下 能不能够更顺畅一些 比如像现在 你看过来 它在车子快摆直的那一段 它知道自己往回 先收一点点方向 这个有点像驾校教练 当时教我们的一样 你不要等到车摆直了 你再一把把方向摆回来 你得车子快直了 你就一点一点的冲回方向 现在3.0的系统以后 它做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